我刚搭计程车来 因为我没办法一个人抬得了这么多东西 大家好欢迎来到跟着阿涵创作区的频道 今天是我在日本的第六日 我今天来住到了丰岛 然后这个地方是台湾人开的 叫做小春日河 听说很不错 所以我订了两个地方 好现在先check in 进去了 go 这里蛮不一样的耶 非常的住宅区 有点像我们台湾那种透天错 大家会有自己的车子停在一楼 我觉得这个超可爱 在路上看到很多这种方形的小车车 好今天的第一站是明治成功 这帽子是我那天在Kite玩之内买的 我觉得很可爱 出发 不是 我刚从带来木站下车之后 慢慢走过来要十几分钟 到这边就是行治成功的入口了 哇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有点像森林园区耶 进来之后就可以朝着人比较多的方向 西餐到先往正殿走去 大家其实整个环境应该是非常大的 如果真的要在里面待上一整个早上 或一整个下午应该是没问题的 终于到了 哦 这里就是正殿 是这里一个超可爱的树 圆弧形的 很多小朋友都会穿成像日本的和服 来参拜 它神殿是不能拍照的 很多人会来这边写祈愿卡 它就挂在这上面 日本的寺庙跟宫殿都会有像这样子的祈福卡 然后这个是奉献水产之物的地方 很酷耶 它上面会写说是谁奉献的什么东西 地址跟住所 这就是正殿 然后大家在排队参拜 好 我刚刚就是参拜完 抽了签 买了纪念品 然后现在要准备离开 那刚刚来的时候是从黛黛木站出来 然后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西参道走进来 那现在我要从南参道离开 南参道就是正对面出来的 所以它的这个路比较大条 所以看到大部分的人离开或是进来都是从这个地方 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元宿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从南参道离开之后 就会直接接到元宿跟表参道那一带了 这里真的是一个环境非常清幽 然后有一点像是来到了神木森林区的感受 大家都非常的优雅 很多孩子们会穿着很传统的日本和服来到这边参拜 反正来到日本就一定要来的就是这个明治神宫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戴戴木公园其实算是连成一区的 所以如果有比较完整的时间也很适合就是这里跟戴戴戴木公园 然后在戴戴戴木旁边去喝第二天来的时候有喝的那个全世界最好喝的咖啡 然后它这边有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参拜的正殿是没有办法拍照跟摄影的 卖玉手的地方也是不能够拍照跟摄影的 所以呢刚买的玉手在这边 我觉得很可爱我买了两个小的要送给我们家小朋友 这是儿童健全手就是让他们挂在书包上安全健康 很可爱 这里进来就有咖啡厅 然后那个就是元宿站 所以如果你从元宿站搭过来方便的话 建议还是从元宿站进来会比较快 然后不用像戴戴戴木的感觉走很久 这个外面 sob Sic 仿佛不值 只有鸡蛋 不见不见 说аж 黑 consist 熊 毕业 是 一天感觉很短 有点伤心 然后我现在要前往表餐道 元素走到表餐道只要7分钟 以Google来说啦 但可能它就是连在一起的 没有区分的太多 就紧密集连接着的两个 这里感觉很像台北的中山区的巷弄 感觉很幽静 它有一个艺术展览在这边 刚刚那个艺术品我真的有下烂 它整个氛围达到的超好 就真的走一走感觉很像异形 或是一大拖一大摊 快要凝结的血块 就是有一种非常激烈窒息的感觉 然后因为可能是颜料的关系 所以现场的味道其实也蛮强烈的 我觉得蛮精彩的 好的 现在我要继续 再往下一个表餐道的目的地前进 来去表餐道只要抽 我喜欢日本的街道 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多的风红 然后他们虽然地下人抽 但是他们的建筑跟比如说品牌的外观 建筑外观还有比如说装置 都打造的非常的有独特性 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但是我还没有习惯 就是他们要走在左边这件事 前面这一栋好美喔 转个歪一个惊呆 没想到居然又是爱马仕 画面可能没有办法呈现的这么美 但是他这个打造的就是 有迪士尼的感觉 就是爱马仕出车 爱马仕出车 爱马仕出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从Sita那个Hustle Checkout之后 来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它算是新宿再往北一点点 所以它等于是色谷站新宿站 然后再下一站 这一站叫做池袋站 但池袋走过来大概要7分钟 但它有一个更近的站叫做木白站 东京的地铁很发达 它通常一个地方不会只有一站 所以我今天就是分别从不同的站出发 然后再从不同的站回来 这一家民宿比较需要考虑的是它没有电梯 像我今天来的时候有点傻眼 因为我东西很重 我房间在三楼 所以搬的其实蛮辛苦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要评估考量进去的 我今天是先从木白站去到明治神宫 明治神宫挂完之后我就去到了原宿 我在原宿呢 我就是直奔NICO ANTS 在台北有很多NICO ANTS 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衣服 因为日本跟台湾差价很大 又感觉划算 但我今天比较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原宿这边挂完之后 我到了表餐岛 我去了一家设计的店 叫做MOMA Design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觉得惊为天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卖的很多东西都是我在台湾看到 然后觉得超级想要 有些都是要从日本订过来的 它有很多产品我真的都有买 像一些彩色玻璃杯啊容器啊 我都超喜欢 今天一次看到我所有想要的东西 还有包括这个 MOKU LIGHT TOWER 这个也是我在那个台湾的网站上有看到 然后之后想说 诶有机会想要来买它的 今天在那个店也有看到 它就是集结了很多设计品牌 一眼望去五 我觉得就是让人目眩神明 我买了这个黄色 然后跟一条蓝色 然后我还有买一双袜子 我很喜欢颜色缤纷的袜子 那我觉得这双方很特别的是 它的颜色的调制很少见 不太好调的颜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还有这个 Olysia 它就是一个小方巾 不同的颜色去称出来的 每一个方巾都是不同的两个颜色去搭的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质感 然后我帮小朋友买了两支八色的蜡饼 它就是按一下就有蜡饼出来 看起来是不是蛮厉害的 剪刀 这个剪刀看起来很复古很可爱 然后蛮有质感的 这个剪刀就是平常可以放在家门口 然后拆包裹用的 哦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 玻璃的花盆 可以插花用的 不管你有没有插花 摆在那里就是一个料理 还有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很酷欸 我只是看在它的颜色 这是不是很像小时候 我们吃便当的时候 会绑的那个便当盒带 但因为早就没有在用便当盒带了 它是同样的材质跟同样的感觉 然后去做一个极限器 这应该可以绑很多东西啦 这是生活食用小物 我记得这个买起来也不贵 就一两百块而已 好最后还买了一个这个 猜猜看的是什么 它不是吸管 也不是彩色皮 它是筷子 你看这个疗愈 好像成黄绿蓝电子 虽然我就是家里没那么多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摆在那里 就是一个疗愈 而且可以看心情 就是今天心情比较蓝 所以我就用蓝色筷子 今天很想去草地 就用绿色筷子 今天很想谈恋 还就用红色筷子 你看是不是很可爱 反正呢 我大力推荐大家去 MOMA's Dine Store 它出来之后 今天还有看到一个展览 那个展览我真的有惊吓到 内心蛮冲击的 表参到这个地方 走起来的舒适度 然后跟它的视觉 享宴跟体验 还有它的灯光 每一个店家的独特氛围 都让人蛮享受其中的 但因为其实时间还是很少 然后我觉得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会想要白天的时候去 然后去钻那些小巷跟小店 小小分享一下 我在日本这几天的感觉 我觉得繁华 然后人非常多 虽然它都是八点 就店面都打烊了 好像大家很早就结束了一天 当它在热闹的时候 你会觉得 诶 今天不是平日吗 为什么马路上这么多人 日本人也有 各式各样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在表参当那边可以看到蛮多 令人惊艳的建筑 就不同的品牌 它所打造出来的 不管是在视觉上 或在建筑上 都非常有特色 像今天也经过了一个 我觉得很特别的教堂 然后搭配它的 风黄的树 然后再加上月亮 就是你即便不是去消费买东西 光是走在那个街道上 都可以感觉到繁忙下的宁静 我觉得很值得去走一走 明天是我的最后一整天在日本 我预定了 Shibuya Sky 就是澀谷天空的那个票 明天11点要过去 好 我还要继续工作 那今天就先这样啦 拜拜 好 今天住的地方是他们的住宅区 非常的宁静 很喜欢 今天是在日本的最后一天 我要出发前往涉谷 Shibuya Sky 听说那个好像是可以看到 下面全部是镂空的 今天天气一样非常好 今天这两天住的地方 它算是这个区块 非常宁静的住宅区 住在里面会以为 距离市区很远 其实它距离地铁站超近 随时都有自己给经过 外面就是很热闹的闹区了 这里的住宅感觉比较像市区以外 因为他们就会楼下 会有自己的停车的车库啊 然后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透天 感觉很像 然后会有一些可爱的房子 不觉得这家很可爱吗 还有他自己的砖 然后屋檐 说的是自己的港客 在这里的台湾中 也很不想像一个 他们会有一定的 然后就是这个港客客客客人 现在有个人的关系 但是它很滑积 如果有点滑积 它是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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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